同学我们来看到2-2空间的直线方程式 本节要介绍的是空间直线的方程式 并来讨论直线与平面的关系 这个我们在1-1有教过 只是要把它变成一个 这些直线方程式跟平面方程式的处理 再来点到直线的距离 还有两平行线的距离 及最后歪斜线的距离 再来 第一个直线方程式 首先在坐标空间当中 只要知道直线的方向向量 就是直线的方向和直线上面的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直线方程式 我们回忆2-1是不是要做平面方程式 是不是要平面的法向量跟平面的一点 这个跟平面有点不一样 这个直线的方向向量 就是平行直线的向量 直线的那个平面的法向量 就是垂直平面的一个垂直向量 这个要辨识一下 接着呢 我们有这两样的东西 就可以推导出直线的方程式了 来看这个图 有一个A点 L上的一个A点 341 与L平行的方向向量是213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P点是在L上的一个E于A的任何一点 那AP向量会平行V向量 这个V向量的T倍就是AP向量 那我们再把它用坐标表示法之后 在当T等于0的话 就表示是A点 接着呢 延续刚刚的 最后XYZ就可以写成 X-3等于2T Y-4等于T Z-1等于3T T为实数 接着最后变成 X等于3加2T Y等于4加T Z等于1加3T T为实数 这个就是一个参数式 直线流的方程式 一个参数表示法 那我们直线流 如果通过X0 Y0 Z0 而且呢 跟一个非0向量 非0向量 ABC互相平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条直线写成 X等于X0加AT Y等于Y0加VT Z等于Z0加CT 这个表示 这个我们就称为直线L的一个什么呢 参数式 接着 这个我们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V向量 就是这个L的一个方向向量 接着呢 这个我们就是刚刚在 重新再演练过的 这个直线的参数式 接着T为参数 V 这一个是 V向量 是我们直线L的一个方向向量 再来 同一条直线的参数式 表达方式 并不是唯一 要随着 它的选取的A点 跟方向向量不同 而有所相议 它的形式就不一定一样 所以呢 直线的这个参数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我们T在变动的话 直线这个P点 也会在直线上滑动 来 VTE我们就用刚刚的招式 有一个P点给你 也有一个方向向量的V向量给你 那我们的直线参数式就变出来了 第二个 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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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就是我们的直线上两个相议点 那接着我们的PQ向量 就是我们直线的一个方向向量 那做出来之后 有方向向量有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做出这一个 这一个是不是过P点来表示的参数式 P点是-1,2,3 如果以Q点来看 我们的参数式也可以用 Q点再加上方向向量变出来 好 接着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 PQ直线的参数式并非唯一 那接着随堂练习可以自己做 那由立体一的第一个小题 我们可以知道参数式这一个状况 我们也可以把它推成 X-2除以4等于T Y加3除以2等于T Z-1除以-1等于T 那这一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写成 X-2除以4 Y加3除以2 Z-4除以-1这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 就是我们可以未来要讲的对称比例式 好 假设直线流的参数式是如此 那其中ABC都不是0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推成 X-X0等于AY X-X0除以A等于Y-Y0除以B等于Z-Z0除以C 这个我们称之为L的一个对称比例式 好 习题的第八题 这个第八题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L怎么变 先看空间当中有两个点 O点跟A点 若P点为直线上的一个点 则三角形PAO的最小值跟此时P点 这个P为L上面的一个点的话 我们可以把P点最后用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有很多种处理方式 一种是用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叫做两面式 两面式来处理 两面不平行的两个平面 在空间中会会怎么样交集出一条直线 这个直线L就是他们交集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教你们怎么处理 变成这一条直线的这个参数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令P点是一个 -8加3T当X座标 -1加T当Y座标 Z AXT当Z座标 好 三角形这个东西是不是相当于 OA向量跟OP向量 外积绝对值得一半 那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我们最后再化检 可以把它当T等于3的时候 这一个三角形PAO面积 最小为根号3来看 那T等于3的时候再反套回去 这个P点就是当P点 等于1,2,3的时候 这个面积最小是根号3 再来直线的对称比例是 当ABC这个V向量 它是跟直线平行 而且ABC都不为0的时候 它的对称比例是就是我现在所举的出来的 一条直线对称比例式的方式 表示方法并不是唯一 随着所选取的A点 跟方向向量V向量不同而有所益 对称比例的形式不一定会一样 那第二个题目 我们这个东西要它的对称比例是 A向量AV向量有了之后 把它套上去 这样可以你也可以把X加1改成什么 X-4 Y-2改成Y-1 Z-3改成Z-5也可以 好 这两个都是L的对称比例式 接着随堂练习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多说了 直线L的对称比例式也可以改写成三数 只要把上述的式子推导还原就可以 这个来看X是不等于2-2T Y等于3加7T Z等于5加T 这样子来做就没问题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立体三 这两个平面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两个平面夹出来的那条直线怎么来处理呢 首先呢我们如果这一个点是他们所交线的那条直线的话 我们把它做一个连例 做连例的时候 这两个式子来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我们看你高兴 我可以把Z移到等号右边 也可以把Y移到等号右边 在这边我们把Z移到等号右边之后 对减 这两个式子对减 对减之后是不是可以写成 2X-X就变成X Y跟Y干掉 -3Z减掉 -Z就等于-2Z 7-3等于4 X等于4-2Z 对不对 刚刚的这个东西 X等于4-2Z 带到这一个式子里面 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 4-2Z 加Y 加上Z等于3 一项之后Y是不是等于1-Z 所以呢 X跟Y是不是都可以用Z表示 都可以用Z表示 所以在这边我如果令Z等于T的时候 X跟Y就可以变成 X等于4-2T Y等于-1加T Z等于T 这就是X 这个就是P点 这一个P点的一个座标 也就是说 E1跟E2 两个平面交于直线L的一个参数式 这个参数式 同样的你也可以 来做这个随唐练习的E1 E2 等于这两个一看就知道 这两个 法向量没有平行 就是 会怎么样 会交于直线 可以用这样子来处理 接着我们来看 刚刚的立体 两个不平 形的平面 就是它法向量不平行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平行的相义 两平面 会相较于唯一的一条直线 我们用两平面的方程式 来表达此直线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叫做两面式 两个平面的 相交直线的方向向量 V向量 我们都会跟这两个 平面的法向量垂直 所以呢 我们这一个 平面的这个V向量 也可以把它用 两个法向量 做外积来做最后的处理 看你怎么样处理都可以